为什么感觉今天大街上都没有几个人 算了算了赶紧回家吧 姐姐,我回来了 怪,我有件事想对你说 有什么事快说吧 我待会儿还要上楼写作业呢 算了,你先上去写作业吧 那好吧,这可是你自己不说的哦 我先上去写作业了 今天姐姐好奇怪啊 来到我的书桌前 等会儿写完作业看会儿电脑吧 哈哈,终于把作业干完了 看看最近有什么头条吧 插播提醒 最近小镇上出现了很多食人蝶 请大家最好不要外出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姐姐居然没告诉我 不行,我得下去问问姐姐 今天这么门怎么跟我有点过不去 姐姐,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告诉我 看来你都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食人蝶的事不是真的 你还是不要相信 可是都上热搜了还能有假 你赶快上去早点睡觉 不要问了 明天还要起早上学呢 好吧好吧,不问就不问 赶快上去乖乖睡觉吧 姐姐最近怎么这么凶啊 天终于亮了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赶快去上学吧 姐姐,没有食人蝶的话 我就先去上学了 报告老师 进来吧 同学们 咱们这节课就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几期休闪案吧 大家应该都看到热搜榜上的食人蝶了吧 看到了 老师在这里提醒大家 这个是真的哦 所以从今天开始 学校给大家放个长假 大家都要待在家里 不要出来 现在食人蝶都很多 大家现在赶紧回家吧 姐姐为什么又骗我 说食人蝶是假的 难道姐姐 未完待续 难道姐姐和食人蝶是一伙的 不会吧 哎呀这里好多食人蝶 我得小心一点好 还好我出门之前拿了一把剑防身 哎呀这里有一个低处的食人蝶 快把他杀死 不然他咬到我怎么办 根据我的发现 这些食人蝶大部分都在高空飞行 低处的都是一些食人蝶宝宝 一下就能把他们打死 赶快问问姐姐吧 姐姐你怎么老是在这边 鬼鬼祟祟的 啊我没干嘛呀 你快上楼写作业去 好吧好吧 呜呜姐姐真凶 哎呀根本就没有心思写作业 看看姐姐在干嘛吧 不行我得去电脑上查查食人蝶的一些相关资料 食人蝶一种极其可怕的生物 会咬了人之后将它控制 被咬了人之后脾气会非常暴躁 难道姐姐已经 不行我不相信 我要亲自下去问问它 姐姐 哎姐姐你别跑啊 姐姐身上怎么散发着毒素 姐姐不要 你别过来逛逛 我会伤害到你的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 我现在被食人蝶附身了 趁我现在还有理智 赶快拿着家里的装备拔逃 姐姐不要 我这一生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呜呜 快走啊 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好吧 姐姐我先走了 你要多多保证啊 哎 离开你 我要去哪呀 呜呜 未完待续 五十赞更新 这期原创 又宝们别喷了 可以吗 谢谢 哎姐姐离开你 我快怎么活呀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先去找一下 姐姐所说的那个箱子吧 啊 原来在这里 之前还没有怎么注意到呢 这个城市也待不下去了 我还是赶紧逃吧 我一定会救姐姐的 啊 左眼睛怎么就来到这里了 这里难道就是所说的丛林吗 前面有一处小房子好像 看来这里应该还有人吧 前面有个小姐姐 我们问一下 小姐姐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森林里没有人呢 是这样的 前几天 村子里来了很多食人蝶 把村民们的房子都吞噬了 也把村民们咬了之后 都变成蝴蝶了 我和村长是紧紧活下来的两个人 具体还有什么 你还是找村长大人吧 毕竟我也不是很熟悉 好的 前面那个就是村长了吧 村长你好 如果你想要打听食人蝶的事 就别找我 我也不知道 啊 村长 为什么呢 你一定知道这食人蝶的秘密吧 我知道怎么消灭食人蝶 不过付出了代价 可能有点大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没事的 村长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救你的村民 还有我城市的那些人的 那你就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先去找水公主吧 他知道得多一点 不过他这个人脾气不好 不如让他和我一起去吧 我也想去玩 父亲 你想去就去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雅 那好的小雅 你要跟在我身后 听说翻过这座山的那片大海里 就会有水公主 哇 这也太高了 不行小雅可是村长的女儿 不能让她受伤 小雅 你要乖乖待在这里 我自己一个人下去了 啊 那好吧 你要多多保重 我在这里等着你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 走这么陡峭的山峰的 可把我吓着了 终于吓着了 我们赶紧 前往海底找水公主吧 哎 初心的我 怎么把这个忘记了 我还不太会拥有 哎 不过没事 之前在家里姐姐教过我 啊 我的头好晕 救命 未完待续 五十赞更新 头好痛啊 哎 我这是在哪里 哇 是在海里吗 出去看看吧 哇 我居然能在水里呼吸了 这里好漂亮呀 你好 小姐姐 谢谢你救了我呀 我还有点急事先走了 你是要去找水公主吗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是水公主 你终于看出来了 快坐 我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 我知道谁可以消灭食人蝶 你去喵喵镇上找我的闺蜜喵喵乌师 她现在正在研制对付食人蝶的药水 太感谢你了 水公主 我这就去找 对了 小娘还在山上等我呢 我得回去通知她一生 是在那边 快快快 小雅 我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急死我了 对了 小雅 我马上要完成一件很艰巨的任务 你不能和我一起了 我待会儿把你送到村长那里吧 哎哟 我的乖女儿 你可算回来了 爸爸我也想你了 那你们两个就好好待在这里 我先走了 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们的 终于到喵喵小镇了 累死了 赶快找一下喵喵女巫的房子 应该就是这个了 我们快上去吧 你好喵喵女巫 请问可以帮我制作对付食人蝶的药水吗 等一下就熬制好了 你先在那边等一会儿吧 喵喵女巫 谢谢你 好了 要是已经做好了 把这些喷在蝴蝶的身上就行了 我要赶紧去救村民们和我的家人们 我得赶紧回去救村民们和我的家人们了 对了 先把药装在罐子里吧 OK 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这双老残腿又要派上用场了 终于到了音音音 这里居然长了桃树 村长 我回来了 爱马这树枝长得太长了 都挡我走路了 你可算回来了 药水找到了吗 药水在这里 把它们喷在食人蝶的翅膀上 然后再给村民和一些就可以了 小雅村长有些年迈了 你要多帮些村长 我先走了 好的 我一定会的 你放心吧 再赶紧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救人吧 哎 姐姐在哪里呀 原来在那里呀 姐姐 我把药水拿回来了 喝了你就能康复了 罐罐我就相信 你一定会回来接我的 现在去街道上看看有没有人吧 那里有个小姐姐 我们把药水放在它旁边吧 天空中的食人蝶居然又变多了 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够不着呀 哎呀我居然会飞了 一些毒比较深的食人蝶要把它们杀了 毒比较浅的 就喝点药水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一个了 终于弄完了 现在赶快去就躲在教室里的同学们吧 同学们 我来救你们了 啊 太棒了 谢谢你了 奶怪 不用谢 你们把这个药水喝了 身体就健康了 外面的食人蝶全都被我消灭了 我刚才杀死人蝶的时候 也做了一点毒 我也喝一点吧 本部剧到此完结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观看啊